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宝负 耶稣宝血的宝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里面 耶稣的宝血是我们不能够复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领受 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 然后我要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 当我们要明白 神把我们呼召成为祂的儿女 祂是要让我们活得更有盼望更有欲 你可以说阿们吗 那么有一次的时候老陈就老年得子 然后他就非常的很珍惜这个孩子 很紧张这个孩子到底他的将来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将来 然后就去找了一个当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 能够看向的一个人 我不是鼓励你看向 这是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看向的时候 哇 这个孩子不得了 他说这个孩子将来 他会干一番大事业的 因为呢 他以后呢 他出入都会有 都是大车 然后呢 后面跟着二三十个人的 然后他是领头的那一个 所以陈先生就非常高兴了 哇 这个不就叫高官闲耀吗 对不对 出入大辆车 后面有几个妈宅 然后呢 又是领头的那一个 然后呢 三十年过后 这个 老陈的儿子变小陈了 他做了什么呢 他进了我们的传道的旅行社 临圣旅行社 当了导游 每天是不是大辆车啊 大辆巴士在 后面是不是跟了四五十个人 他是领队的 所以 我要讲的是 人 可能会算错 可能会看错 但是上帝 永远不会看错你 阿们 哈利路亚 将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今天 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 不是交在人的手中 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 交在上帝的手中 今天听众子妹 很多时候我过去 我爸爸也是没有信主的 他是非信徒 然后他带我去看相 那个看相老一看到我的鼻子 他说 哇 这个大财 这个成龙鼻子 大大哥的 所以 感谢主 我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发现到 我真的领受上帝的美好的祝福 阿们 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 这是上帝给我的恩惠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你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 你信套这位神 祂是因为能够带领你 就好像这个大卫 十篇二十三篇说 我走过 祂领我们到 走过死因的忧谷 也不怕招害 阿们 我们不会进入死因的忧谷 我们会经过死因的忧谷 你可以说阿们吗 很多基督徒 进入死因的忧谷 走不出来了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告诉你 基督徒 我们应该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经过死因的忧谷 而不是进入死因的忧谷 阿们 因为耶稣为我们死 让我们能够得到 那永生的生命 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来 我们是要领受圣餐 圣餐里面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 我发觉到 我们教会开始领圣餐的时候呢 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 灵魂体都兴盛了起来 阿们 我们很少看到 有人什么进医院 我会发觉到 哇 进来 我们的教会也很少 今年 只有一个基督徒拜 每一年我们都五六次的 那是感谢主 当我们进入的时候呢 哇 我发觉到 当我明白圣餐意义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健康了 阿们 因为我们 我说圣餐不是要我们迷信 圣餐是要我们去相信 你可以说阿们吗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 小孩子可以领圣餐吗 他们不懂得分辨 我告诉你 小孩子重要不懂得 但是做父母的 你懂得分辨的时候呢 我相信你带着信心 当小孩子领圣餐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得到医治 阿们 我要讲一个见证 就是我们的圆宗 就是我们杰森的孩子 Melody 有一次的时候他就 因为杰森去读了精兵 在那边两个月 然后呢 有一次这个孩子就 发烧了 OK 圆宗就开始 就去pharmacy买药了 我常常说 有些时候就是 我们真的要相信神 那圆宗 弟兄他真的学习了功课 就是 他买药的时候 他还是相信说 神要透过这个圣餐 能够来医治 这个小baby 然后呢 就在家 跟他的一家人 就拜饼纪念了 很神迹般的 然后他是星期六嘛 对不对 礼拜天 星期六 那个晚上过后 完全消 那个烧完全地退下 因为领了圣餐 那么礼拜天 能够来教会 一起来敬拜 我们这样荣耀 感谢各位个人 我上个礼拜 我看到 有位拍的一张照片 就是Melody领圣餐的 哇 他领到好像醉了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我发现到 我们小林姐的 这个女儿的孩子 也是一样 每一年都进医院的 但是我感谢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见证 当我过去 问他领圣餐的时候 他一年没有进入医院 我们将荣耀负荣给上帝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事 圣餐不是叫我们女性 圣餐要我们相信 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的 等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当然圣餐是单单给基督徒的 但是今天早上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来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好不好 让我们今天 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很多教会自行说 圣餐是为洗礼人的预备的 不 圣经从来没有说 圣餐是为洗礼人的预备 圣餐是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 你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今天我们相信 当我们懂得分辨的时候 我发现到很多教会 魔鬼把这个不好的意念 放在教会里面 包括教会的教义里面 变成很多 这个圣餐是一个祝福的 一个途径 阿们 变成很多 变成一个咒诅了 你发现到 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把两样东西 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 两件东西 两样东西 你知道什么吗 第一个是什么 圣灵 耶稣说我去 有一个要来 阿们 所以圣灵就来了 宝贵师的圣灵就来了 还有一件东西 你知道圣灵重不重要 如果圣灵不重要的话 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的 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为罪 为义 为神 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阿们 所以第二点 圣餐 这个是神说 耶稣离开的时候 对门征说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 要纪念我 应当如此 请问的是纪念我 所以意思是说 当耶稣留下来这两样东西 祂是一个是帮助我们的呢 还是要拆毁我们的 请问 但是很多时候我发觉到 教会 阿威 你不爽牧师 三个月 不能领圣灵 举律对付 你明白意思吗 严重 OK 你时常抽烟 还没有改掉 虽然他三包变两包了 还是在抽 不要领圣灵 你明白意思吗 很多时候我们把 原本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变成什么 一个咒诅 OK 你不好好认你的罪 不要领圣灵 免得你死 谁敢 谁敢领 我妈妈生 我不是一个笨蛋来的 你明白吗 所以每周 礼拜 圣灵主流 我们就 不来啦 为什么 你坐在那边很尴尬的 你明白吗 你没有拿饼盒的时候 人家看你犯罪啊 你明白意思吗 那个尴尬 干脆什么 不来啦 你不来 你就失去了更多的 祝福了 听众者妹 不不不 我要讲的是 当你越犯罪 当你觉得你有罪 你更加要领这个圣灵 阿们 因为这个圣灵 能够救我们 脱离一切的罪 你可以说阿们吗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被挟制了 很多时候我们被捆绑了 我们觉得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 最好的一个祝福 为什么我们把他 当作是一个咒诅呢 为什么我们当作 他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呢 不不不 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 很多时候 保罗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 第十一章 我们常常误解段经文 我们因为不按理 吃这个饼 喝这杯 我们就软弱的 生病的 甚至死的也不少 但是你要看经文 当时候的人他们是荒烟 他们有的吃的是大吃大喝 没有的吃的是怎么样 就看你们吃就流口水 那个整个的 次序的就什么 就混乱掉的 就好了 比如说 今天我在一个圣餐主的 你在台下吃拉西罗马 你觉得 你在尊重这个聚会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保罗说 你们不按理 你们没有按照 规规矩矩的来领圣餐 那感谢主 今天你领圣餐的时候 你们有在下面吃拉西罗马 有没有带红酒来喝 有没有Yam Sing 没有我们按理的 阿们 那你有没有分辨 这是主的身体 这是主的身体 和主的血 你们会分辨 在我们教会的 你不要说你不懂 耶稣的身体是为什么 跟我一起说 耶稣身体为什么 为医治 阿们 耶稣的保险为什么 为赦罪 那么今天当然 耶稣的保险 我告诉你 不只是为赦罪 但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的保险 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赦罪 但是今天 我们讲了很多 耶稣的身体的部分 对不对 因他受的便善 我得医治 忧郁症的 当你拿了这个饼的时候 因他受的刑法 我得平安 平安要领到你身上 阿们 所以忧郁症就离开你的 忧郁就离开你的 烦恼就离开你的 狂躁就离开你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 受的刑法 你得到平安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进入的 另外一点就是 耶稣保血 跟我们把耶稣的保血 看为只是一个赦罪而已 那么我告诉你 当然赦罪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来看 耶稣保血的保护 跟一个壁左右说 耶稣的保血要保护你 哈利路亚 然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 27到28节 这是主耶稣说的 他说又拿起杯来注谢了 递给他们 说这是 你们多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业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舍 今天我们要探导 这个血的一个部分 血的一个部分 圣经里面 他提到 在主里面 在我们在主里 一切 刚才我们的 这个经脉主里说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 保血 重价买赎回来的 你明白吗 今天你能够信号耶稣基督 是因为 耶稣的保血 把你救赎 买赎回来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若不流血 罪就不能够得圣免 所以今天我们靠着这个耶稣的血 我们得到称义 我们免去神的愤怒 都是靠耶稣基督的保血 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 得丰盛 得恩惠 得一切的祝福 都在血里面 我告诉你 基督教的信仰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好 血 是重要的一环 今天你能够信号耶稣 因为耶稣的保血 洗击你的罪 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明白 为什么 血这么重要呢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血这么重要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 创世纪的第三章了 人类犯罪的那一刻 那么神怎样处理罪 那个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那么在 创世纪第三章 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对人类的时候 就亚当和笑话说 严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 唯有分别散热树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什么 死 你要知道 神不是吝啬你 你没办法 为什么神说 只有一棵树不能吃 意思说 神意思说 严重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你明白吗 意思说 这个随意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我跟阿昂说 我请他吃 我去到一个很大的人说 你要叫什么 叫叫叫 叫到碗都可以 叫叫叫 你明白意思吗 就是神没有吝啬的 你可以随意吃 但是为了尊重 我的主权 那个分别上的果子 你不要动 但是人类最终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呢 被魔鬼沙丹 淋诱了 所以他们就犯罪了 他们犯罪之后呢 他们就看到他们自己侧身 露体了 那么你要想想 之前他们没有侧身露体吗 之前他们有衣服穿吗 没有 因为之前他们没有犯罪之前 有神的荣光 遮盖他们 成为他们的遮盖 但是他们一犯罪之后呢 这个荣光不见了 所以他们就害羞了 亚当看到夏娃 夏娃看到亚当 他们就躲起来了 那么神就来找他们了 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 那么亚当说 这个是纵世纪第三章了 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因为我是车身露体的 然后这个耶和华神就说 谁告诉你是车身露体 难道你吃了我 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 他说是的 然后神做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告诉你 世界最出名的司机师是谁 你知道吗 厉害啊 是耶稣吗 三位一体的神 也是算在里面 是我们的上帝 就是 他是 不是CK 不是什么 不是Bonia 他们没有穿衣服的时候 神就什么 上帝就怎么样 宰了 一个圣书 然后拿了一个兽皮 给他们穿上 所以这个叫做流血 对不对 因为 必须有一个 用一个无罪的 代替什么 遮盖 有罪的 这个叫遮盖 但今天我们进入新业的 耶稣的保血 要洗净 我们的罪 你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 创世纪里面 神 对罪的 一个处理方式 就是什么呢 需要用 保血 需要用血来 处理 OK 需要用血来处理 这是 让你们 去明白一点 那么 既然我们说 耶稣说 他所流出的保血 为多人流出的保血 使罪 得到赦免 所以领圣餐的时候 今天等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不是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来 而是领圣餐的时候 是让你知道 你的罪已经什么 被赦免了 不要拿着圣餐 哦 主啊 我又想起 我又这个又这个 那个 不不不 你想起了你要知道 你的罪已经被什么 赦了 不要活在自责 内疚里面 就比如说今天 我如果欠了一百万 OK 欠了人一百万 然后阿昂非常的慷慨 我跟阿昂求述 帮助我 帮助我姐姐 这个一百万 阿昂二话不说 就把我 这个一百万的债务 给settle了 然后我又在说 阿昂帮助我 帮助我 阿昂都settle了 帮助我 你不能帮助我 你帮助什么 都settle了 还帮助什么 你明白意思吗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 主啊赦免我 赦免什么 我都赦免你 赦免什么 赦免我 主啊赦免我 赦免你了 你明白意思吗 没事领圣餐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 自己的一件事情 你已经蒙 赦免了 跟戈壁作业提醒他 你已经蒙赦免了 哈利路亚 阿昂是在求赦免了 主啊赦免 已经settle了 在两千年 你的罪在已经什么 settle了 你明白 已经决绝了 你说 我现在还继续犯罪呢 我告诉你 耶稣的宝血 能够洗去你 过去 现在 将来的罪 你可以说阿们吗 你说我搞不清楚 你什么是将来的罪 那我告诉你 耶稣的宝血 几十万万流的 两千年 不是昨天 你明白吗 两千年 那么你活在两千年后 是不是未来 你现在犯的罪 是不是未来 那么耶稣的宝血 是不是洗净 你现在的罪 是不是等于 你未来的罪 所以意思是说 当你接下来 明天的罪 它洗不洗净 哈利路亚 你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就看 而是领圣餐的时候 你不再说 主啊 这有赦免 我 耶稣已经赦免 你知道你生长的时候 我再次回来 领受这个恩典 阿们 我领受这样的一个释放 我领受 主给我的恢复 阿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 今天我们讲到血 既然我们讲到血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回到 我们必须回到 圣经里面 第一次讲到血的经文 出现在哪里呢 我真的很希望说 圣经记载第一次血就是 当神杀了那只羔羊的时候呢 杀了那只羊 把流出的血 做了这个兽衣 给亚当和夏娃穿上 但是那里没有讲到血 那里讲到神宰了一个羊 但是没有血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 没有就讲有 我们不能够假释有 OK 所以我们必须 当我们今天讲到血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回到 圣经里面 第一处讲到血的这个部分 是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第十节 你们大声来读 一二三 这里告诉我们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他是对谁说呢 他是对盖颖说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 从 一里 向我 埃告 这个我要给你 另外一个故事 刚刚我们讲亚当和夏娃 那么亚当和夏娃 他有两个儿子 生了两个儿子 就是一个叫盖颖 一个叫 亚伯 盖颖是哥哥 亚伯是弟弟 然后有一天 有一天呢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祭 OK 那么 刚才我说的 当我们 犯罪的时候 神是于什么 血 血祭嘛 对不对 杀了一只羊羔 然后给他们 衣服穿上 我相信亚当和夏娃 他们懂得这个 向神献祭的时候 必须献上 生出 必须献上 血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 该隐呢 它就怎么样呢 它向神献祭 然后呢 该隐就是 必须拿这个 所以我 就倒回来 我说 为什么今天我们必须知道 血的重要 如果你还不明白 血的重要的时候 今天 我告诉你 教会里面很多的该隐 他们不 看重 耶稣保血的 那个功能 或者是 的重要性 他们觉得 信任耶稣之后呢 我还是要靠我自己 我要靠我自己 得神学业 我要服侍得神学业 不不不 你必须回来 你要靠着耶稣的保血 你还能够得到 上帝的 接纳 不是因为你好 不是因为你好名声 那是因为 上帝接纳你 那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保血 你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 当这个盖隐和亚伯 他们献祭的时候呢 那么盖隐 不按照神的方式 来 这个献祭 所以 盖隐呢 就献上了 蔬果 蔬菜 蔬果类 然后亚伯呢 他就献上了 这个 羔羊 OK 圣经说是羔羊 然后我不晓得 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总之圣经说 神 接纳什么 亚伯的祭 他不接纳 盖隐的祭 可能一阵风 把盖隐的那个 那个蔬果怎么样 吹拌掉 然后神不接纳 所以盖隐就 很不愤 很生气 妒忌 明白吗 看到他 看到这个神接纳 他弟弟的祭 所以他就很不愤 所以有一天呢 这个盖隐呢 就在 两兄弟就在 田间里面吵架 那么盖隐就把 他弟弟亚伯给 杀了 给杀了 然后呢 有一天神就问 你知道 你这时候上帝 很幽默 你知道上帝知道 他杀了他弟弟吗 知道 所以上帝就问他 盖隐啊 你弟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其实 看管我弟弟的人嘛 当时世界也没有多少人啊 不像这样里面吧 除了爸爸妈妈 只是四个而已 他说我只是看管我弟弟的人嘛 所以神就讲了这句话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 从地里向我哀告 从地里向我哀告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血的 这个字出现在 在圣经里面 就这样 我要告诉你 跟我一起说 血有声音 再说 血有声音 你相信血有声音吗 你相信血有声音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知道你身体的状况 你必须要去什么 怨血 怨血出来的报告 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报告 你不懂那个声音 但是 阿红知道啊 医生 丁红知道 因为他是医生 他一看那个报告 那个血就有声音 对他说 这个人 胺固醇过高 这个人 有心脏病 这个人 可能有一些癌细胞在里面 这个人 有什么什么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血有没有声音 所以不要活在属世 要活在属灵里面 所以我要再讲的 在一个凶杀案的现场 凶杀案的现场 那个凶手不见了 他是留下的一些血迹 那些Foreign Seeds 或者是警方科学验证组 CSI 那个美国 所以他们就会来到 那个现场 他们就收集了 他们收集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会 用DNA或者什么样的 会找出那个凶手 到底是谁 你们 就是说血有声音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必须要明白 当我们说 血有声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 OK 我们又到回来 我给你看一段经文 记载在希伯来书 我们暂定 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 因为很多 圣经里面 没有记载 希伯来书是谁写的 但是一些圣经学者 他们大概是 80% 他们认定的 希伯来书 这段 这个书 是保罗写的 OK 我们暂定说 这是保罗写的 这个答案是没有的 唯有圣经里面 这个是没有答案的 这个答案是将来有 我要去上面的时候 我会问清楚 保罗 是你写的吗 保罗点头一封 我们就要看了 OK 但是我们现在暂定 是保罗写的 但是很多都讲保罗写的 OK 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的 第12章24节说什么 第23我们来读 并新月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血所说的更什么 更美 耶稣的血会不会说话 新月中保的耶稣 以及他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就是耶稣保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 更什么 圣经说什么 保罗说更美 为什么会更美 你明白会更美 什么意思呢 如果血会说话 我问你 亚伯的血 他向耶和华上帝 哀告的时候 他会告诉上帝说什么 刚才已经杀了 我那个还好啦 那个是事实来了 为我报仇 对不对 为我申愿 我死得好厌妄啊 这些 这是亚伯所说的 亚伯的血所说的话 但是耶稣血所说的话 他说什么 灵敏 Amen 你罪得到赦免 祝福要领到你 你要从捆绑里面 得到释放 你要得到和平 你要与神和好 Amen 因为耶稣在实际下 流出保险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实际上 说什么 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这里 希伯来文的作者 希伯来书的作者 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原来耶稣的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 更美 今天感谢主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耶稣的保血 在我们生命当中 Amen 所以耶稣的保血 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 让你的生命 跟神和好起来 Amen 让你印着他的血 让你得到怜悯 让你印着他的血 从一些罪的捆绑里面 得到自由 让你印着他的血 从一些疾病里面 得到医治 让你靠着耶稣的血 你能够得到他的保护 跟戈壁左右说 耶稣的血在你身上 非常的美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 耶稣的保血 一旦耶稣的保血 碰到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生命当中的 任何的咒诅 任何的败坏 任何的邪恶 它都不会领导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 用耶稣的保血 遮盖 就是我们过去牧师 常常为一些人 做一些 赶鬼释放的工作 我发现到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为他 为那个对方 做赶鬼的一个 一个举动的时候 一个祷告的时候呢 你叫他讲耶稣的名 他OK的 耶稣他 讲耶稣叫耶稣 耶稣OK的 你说 耶稣的保血 他不会讲 你开他的嘴巴 他都不讲 他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要 命令他里面的人 比如说那个人是 Evonne Evonne 快点 要封耶稣的名 讲耶稣的保血 耶稣的保血 他 耶稣的保血 他讲出来 他释放了 就偶一大堆东西 我告诉你 撒旦他最怕的就是 耶稣的保血 因为耶稣的保血 彻底地 祭拜了他 彻底地 打败了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发现到很多 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不会 晓得 也不会懂得 用耶稣基督的保血 来遮盖我们 教会 我必须告诉你 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是认同 耶稣保血遮盖 明白吗 今天我求耶稣的保血 遮盖我 遮盖我的家 遮盖我的孩子 遮盖我的汽车 遮盖我的房子 你说 牧师 这个教导符合圣经 耶稣的保血 是这样用的 我告诉你 旧业里面 旧业里面 你知道吗 旧业里面 他们 一个 麻风病人 他们被洁净之后 他们会用那个 羔羊的血 来做一些的动作 我要给你看 OK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 这个立位记 很多人不敢看立位记 因为立位记太多 的那个 里里喽喽的东西 就是很多我们不明白的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按照 我们的灵修的 这个进程 我们会填一些很多 现在祭司的衣袍啊 这个会墓穴啊 都是预表的耶稣基督 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立位记 他讲到 当一个麻风病人 他得洁净之后呢 祭司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呢 祭司要取些 属仙基生的血 抹在 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下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好 我们请一位麻风病人 来示范一下 洁净的麻风病人 OK 他不是麻风病人 他已经洁净了 你不要笑啊 跟你个病走右手 过去你也是麻风病的 你已经得洁净了 OK 不用怕 交信 OK 麻风病了 做一些麻风病了 Pattern多多 Pattern more than Badminton的 OK 这个是麻 我们当时是麻风病的 但是他已经得洁净了 他刚才Pattern多多不了 OK 圣经座 这个已经得洁净的麻风病了 他们会做什么呢 他会用 耶稣 不会啦 OK 他会用血 OK 我做一个 OK 这是 不要怕 不要怕 你怕就没有了 OK 这个是高羊的血 我做一个 那么祭司会做什么 他会沾了这个血 OK 放在他的右耳垂 这个是右吗 右边吗 对吗 他说 右耳垂下 什么意义里面 这个有属灵的意义了 今天 这个耳朵 要被耶稣的宝水来洁净 你所听的东西 都要被洁净过 阿们 所有进入 我告诉你 进入你的思想的 都是从 听开始 很多时候 今天早上 早上起来 你心情好好的 可能因为人家的一句话 影响你整天的情绪 所以今天 每一天早上起来 主啊 主耶稣 让你的宝水来洁净你 让耶稣 宝水洁净你所听的 让你所听的 都要 成为 一个 祝福 一个建立你的 一个信息 如果是 我常常是这样的 当然 当然一些话语 来攻击的时候 或者是 不好的话语的时候 我奉耶稣的名 我要拒绝 不要让这个思想 不要让这个声音 进入 从你的耳朵 进入你的思想 所以 他会用 耶稣的宝鞋 来 涂抹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又做了 一个动作 在他的右手 大拇指 大拇指伸出来 他会 连在这里 为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 无论 无论 他这个打麻风病人 他手 摸在哪里 那个地方 就被祝福了 你知道吗 麻风病人 站在那 不要下来 麻风病人 给他做牧师一下 麻风病人 如果他是一个麻风病人 他摸过的东西呢 这个东西就变成 不洁净的 OK 如果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呢 你也成为不洁净的 你没把意思吗 所以麻风病人呢 他们过去的时候是很凄惨的 他们没有尊严可原的 所以他们出现的时候 他们是哪一个玲珑 怎么样呢 喂 我是麻风 麻风来了 麻风来了 你们怎么样 闪啊 还在那边 为什么 因为你动到他的衣服 你也是 本来你是洁净的 但是变成不洁净的 但是我感谢主 这个是旧月 新月的时候 你看到 主耶稣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 法利塞人 很多人都不敢靠近麻风病人 但是耶稣 他靠近麻风病人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麻风病人 一摸到你的手 你就不洁净 但是主耶稣 他的手 摸到麻风病人的时候 麻风病人 谁啊 得洁净 将荣耀会给上帝 阿们 我们的耶稣 就是有这样能力 所以意思说 今天如果他的手 这个麻风病人的手 一个羔羊的血 涂抹在他的 这个拇指头上的时候呢 他手所按的 所摸的 每一件事情 他手所做的 都带着祝福的 你可以说阿们吗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 这个 羔羊的血 羊的血 涂抹在 右脚的 拇指上 告诉什么呢 今天 这位麻风病人 已经得洁净了 他脚所 他的任何的一个地方 都带着祝福出去 你可以说阿们吗 哈利路亚 谢谢 感谢主 所以我要讲的 听众子妹 你说 用耶稣 保血 遮盖 符不符合圣经 我要讲的 这个是旧业 这个是旧业 旧业如果 羔羊的血 都带着这么大的能力 新约 耶稣的血 所说的比 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对不对 耶稣的血 比羔羊的血 更有能力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不用 每一天早上 我是最厉害的 不用遮耳朵 不用什么 全身 耶稣的宝血 遮盖我 阿们 就是因为我要告诉你的 非常重要的 如果旧业 祭司 所用的高阳的血 都带着这么有能力 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在新约 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为什么我们 不带着耶稣的宝血 来遮盖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呢 然后新约里面 他说什么 更重要的 来我们一起来读 哥罗西书的 第一章 的第二十节 他说既然 借着他在十字架 所流的血 他是谁呢 耶稣基督 他就成就了什么 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在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 和好 所以意思是说 今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叫万有的 都跟自己和好了 跟我说万有 你知道吗 很多 服侍救赎人的 这个鞋子 这个是异端来的 他们就用了这个经文 来告诉我们 以及非常 我们不可能接受的 一样的一个 所谓的歪理 他说 你看这段经文说 既然借着耶稣 使家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知道他叫万有的 就是说 耶稣基督流出保血了 所以世界上 所有万有的人都得救 都得救了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因为耶稣保血 已经流出来了 所以普世救赎人 他们觉得 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得救 不不不 你不能够断章取义的 OK 你必须看回各洛西书的第一章 第一节开始 一直到这段经文 他在讲什么 其实相信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可以说阿们吗 今天你必须相信 你相信 唯有你相信呢 那么耶稣的血 就能够 所流的血呢 就能够使万有的 在天上的 在地上的 都和自己 和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说 万有在希腊文的 言文的词性呢 它是比较中性的 换言之他讲的 这个万有的意思 指的是东西 All thing OK 指的是东西 所以今天 那万有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简单来解释 All thing 全部 如果你身体 如果今天你是有胃病的 OK 你说耶稣的宝血 遮盖我这个地方 遮盖我的胃部 那你的胃部呢 就开始什么 因为耶稣的宝血 遮盖这个地方 圣经说什么 这个地方就 都与谁和好 自己是谁 他自己是神嘛 对不对 和神和好了 这个地方开始跟神和好 本来这个地方是有痛的 因为耶稣的宝血在这个地方 遮盖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开始 以神和好 当以神和好的时候 神就按照 起初所造的功能 怎么样 正常的 恢复了 正常的 操作了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 常常我们必须要明白 当我们哪里有痛的时候 比如说你景象痛 或者是你觉得 你哪一个部分 身体上哪一个部分 比如说有一些窃线的 比如说疼痛的 或者是觉得 医生已经告诉你 这方面有一些问题 你说主耶稣 让你的宝血 遮盖这个地方 那么当这个地方 一旦跟神和好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会按照神的 创造 完美地去运作 你可以说阿妹吗 所以等一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 我需要你们做这样的一个宣告 让耶稣的宝血 在我们身体的一些部分 那么甚至我们说 主耶稣的宝血 可以遮盖你的孩子吗 可以 用耶稣的宝血 遮盖你的房子 因为可能你跟你的孩子 之间的关系不好 但是你说 主啊 用你的宝血遮盖 我跟我孩子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因为 耶稣的宝血的关系呢 这个关系要怎么样 和好 我告诉你 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 最大显明的一个和好 就是什么 圣殿的宝血怎么样 裂开 它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耶稣流出的宝血 然后耶稣断气那一山 圣殿的宝血裂开 它代表什么 人跟上帝怎么样 和好了 过去人是不能够进入 不要说是圣所 连圣所都不能够进入 对不对 只能够在外宴 然后透过祭司 但是感谢主 因为耶稣留在宝血 然后彼得先祝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已经是精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不因为别的原因 全部因为是高阳 耶稣基督所留下来的 留住的宝血 所以今天宝血 当我们说 这个可能跟我丈夫的关系不好 主啊 耶稣的宝血 遮盖我们的关系上 我相信神会动用 他那个创造神迹性的 把这个关系和好起来 包括我说 车子 如果你们有买车子 要买新车的 你说主耶稣保水 吃盖我的车子 因为我要告诉你 自从人类犯罪之后 意外就成为人类的一个咒诅 意外就成了人类的一个咒诅 基督徒 上帝的儿女们 听清楚 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思想里面 你不要这样觉得 意外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教训 不 意外其实是咒诅的一部分 你明白意思吗 意外是神 其实是咒诅的一部分 但是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呢 可以让你免弃这个咒诅 Amen 免弃这个咒诅 那么你说 那天我就驾车了 我的车就停在这个红利灯 然后突然间后面 好彩不是container 是一辆摩托 看着我还是走掉 我下来看 我的整个bumper有一点凹进去 所以我就花了一些几百块钱 我要感谢主 我感谢主什么呢 这个意外发生不是我造成的是他 神保护了我 你明白意思吗 至少神没有 至少我知道神保护了我 而且呢 我感谢主 我免受这个意外 因为后面那两部 这两container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这种姊妹 我们要常常用耶稣的宝血来赤盖 感谢主 我们的Jerry 还有我们的Blinda container 虽然 虽然这样捧一下 设计之节三天 但是感谢主 耶稣的宝血还是在他们身上 Hallelujah 所以就这么我要讲的 我们信靠耶稣的 你的相信有多少 那么成就就有多少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耶稣的宝血能够成就 救我们脱离一些的凶恶 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呢 有一段非常的 可能你会觉得非常奇怪 OK 我明白 耶稣的宝血是万有的都和好 无论在地上的我也明白 但是天上也要和好吗 Hello 天上也要和好吗 天上不是神的宝座吗 天上也要靠着耶稣的宝血 来洁净和好吗 我们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 在这方面怎么去解释呢 我可以地上 我可以的offing 包括我地上的所有的东西 因为耶稣的宝血都要和好 但是天上 为什么要被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呢 为什么天上要跟耶稣的宝血 去做个耶稣的宝血来和好呢 这姐妹我要告诉你 你知道吗 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 亚当和孝娃 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们有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是什么呢 他们可以跟神 面对面地来说话 OK 面对面地来说话 很清静的 但是他们犯了罪之后 这个特权 没有了 这个钥匙 没有了 这个钥匙 请问谁哪去了 撒旦哪去了 你知道吗 撒旦哪去了 这个钥匙 然后呢 撒旦就有在天上 他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误会的地方 是撒旦站立的 那个地方 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来 控告我们 在圣经里面旧约 你还记得叶伯记吗 撒旦在神的面前 控告叶伯 亚伯死了 那是叶伯 叶伯 控告叶伯 然后 为什么 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的宝血 要洁净天上呢 我告诉你 当耶稣流出宝血的时候 天上这块地方 已经被洁净了 在启示录 我们一起来读 撒旦新闻 一二三 我听见天上有大圣经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面前 昼夜 控告我们的弟兄 已经被什么 甩下去了 他说 弟兄胜过他 是因为什么 羔羊的血 以及自己所 见证的道 你看到吗 因为耶稣的血 那个昼夜 控告我们的魔鬼 他已经被什么 甩下去了 所以耶稣 将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对彼得说 彼得 我要交给你这把钥匙 阴间的前世 不能够胜过他 阿们 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 他在阴间的时候 他拿起了这把钥匙 他从魔鬼的手中 夺回了这把钥匙 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你可以说阿们吗 哈利路亚 今天你害怕魔鬼吗 你不需要跟他争战的 因为你已经胜了 你明白吗 你们不要 我们要跟魔鬼打仗 你打什么 你都胜了还打什么 你只要战斗就好了 看神为你打仗 很多时候基督过去 我们说 我们要穿起前腹军装 我们要去 你不用去打了 因为这场战争 不用打的 已经10比0了 已经 要game over了 OK 还有两秒钟就完蛋了 魔鬼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们还是要做pattern 要去打 然后被他踢了一脚 我们脱啊 耶稣啊 你根本不必出去打仗 你再战就好了 你明白意思吗 感谢主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撒旦已经失去他的权力 失去他的影响力 因为耶稣的保守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会用耶稣的保守 我们往往失去的这个 就好像一个警察 他看到贼的时候 他也跑 为什么 他有枪他不用 那个贼拿那个把朗刀追他 他跑 他其实可以跑 他需要跑吗 他不需要跑的 他只要拿最半枪来 站住 站住 你再来我就开枪了 你再来我就开枪了 他不用 他甚至不用去追他的 你再来 你再来 他再来就 啪 姐姐的 你用什么啪 手底 哈喽 登革壁左右说 你说保血啦 你过时候 现在很多人在疑惑了 你活了吗 你相信就有了 因为神的话是这样细载 OK 选择钱在你 我是很相信 我知道耶稣的保险 在我身上是非常有能力的 所以我遮盖我的家 我遮盖我所有的一切 我遮盖所有的 我所拥有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吗 当耶稣保险留下来的时候 啪 上当顿时逝去 在神的面前 控告我们的权利 因为耶稣的血 已经洁净了天上 本来他站住的 那个误会的地方 他使那个地方 跟神和好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祷告 那样验耶稣的保险 支盖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的孩子 包括我们的婚姻 包括我们的产业 所以因为 这耶稣的保险 因着耶稣我们 全家的蒙福 因为耶稣的保险 使我们脱离 一些的灾祸 一些的金框 一些的创伤 一些的疾病 甚至意外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了 耶稣的保险 是撒旦 一条不能够 越过的一个界限 OK 所以撒旦 常常引诱我们 走出这个保险的界限 来打败我们 让你不相信 耶稣保险的能力 让你怀疑 耶稣保险的 那种的 或者是那种权柄 所以 弟兄姐妹 我常常告诉 弟兄姐妹的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 在一个保护里面 一个血的 一个保护里面 但是我们不要 走出这个血的保护 你知道吗 在 在 撒旨尔记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星期 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要结束了 他说 非力士人 召集他们的精女 要来征战 OK 聚集在 犹大的俊哥 安宁那俊哥 和西亚家 中间的 以佛大米 你记得 大卫打格利亚 这个故事吗 OK 这个是 开始要征战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非力士人 就站在 就在 安宁在这个俊哥 俊哥的 这个平原上 然后以色列人 是在高山上 OK 但是这个高山 跟平原 有一个中间 有一条 一个界线 一个边界 一个界线 这个界线叫做 以佛大米 以佛大米 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 你说旧月里面 我说旧月 每一个故事 我们都可以 指向耶稣 你可以说阿们吗 那么以佛大米 的意思的 原文是什么呢 以佛大米 希伯来文的意思 是写的界线 写的一个界线 OK 这个是一个图画 这个是以色列 是高山的 这个是以佛大米 所以非力士人 在这边 一直在那边 叫正 一直在那边叫正 一直在那边喊 如果你们是 大能的勇士 可以来 我告诉你 当时以色列百姓 圣经说什么呢 都怕 都在那边发抖 扫罗像我这样的 他是很有什么 又高大又威猛的 他都不敢出去打仗 我比自己是扫罗 因为圣经说扫罗是高大 高大了嘛 高大威猛 高大大致的 所以他在那边 他在那边也惧怕 我告诉你 非力士人 我说这一切都是有上帝的旨意 非力士人为什么不敢上去攻打以色列呢 为什么不敢攻打 因为非力士人论兵具 论能力 他都超越过以色列人 但是非力士人知道 肢体有一条界限 不能够越过了 因为以色列百姓 有神的同在 有那个大能者 听见没有 你的生命里面 就没有大能者 然后他们就开始引诱了 他们不敢上 对不对 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下来啊 下来 下咯 丢了啦 你明白意思吗 你这样下来 你就 不要我讲圣经讲 我们一起来读 哥利亚就对着以色列的军队战力 呼叫说 你们出来摆阵队伍 做什么吗 我不是非力士人吗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人 使他们吓到我 这里来 你知道吗 撒旦圈方百计 要你离开宝血的界限 今天如果我这样的话 我必死无疑 我要动作是什么 比如 这个比较好 因为至少有一个 宝血的界限 我一个人在这里罢了 你们全部在下面啊 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宝血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撒旦圈方百计 要我们下来 离开这个宝血的界限 然后被他打败 我们被攻击 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 天天让耶稣的宝血 吃盖我们 天天让耶稣的宝血 不要越过这个宝血的界限 因为为什么呢 撒旦 摸鬼撒旦 是不能够越过 这个界限 所以四十天 圣经告诉我 四十天 四十周月 在那边校正 就是要隐忧 一切的宝血的宝血 下来 跌过这个宝血的界限来 跟他们来争战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的 今天 我们无法 可能你无法明白 宝血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只有神 才能够体会 祂的价值 在希伯来书 九章二十二节 很清楚说 没有流血 就没有赦罪 所以耶稣的血 在我们身上 请问 祂是要让 你说耶稣的宝血 在哪里 在哪里 我看不见 你看看隔壁的 你看看耶稣的宝血 有没有 没有对不对 有没有 有啦 你可以隔一下 哪个血 有没有看到耶稣的血 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说 耶稣的血 是给你看的吗 祂给谁看的 给神看的 模式小小般代表 OK啦 OK啦 就叫这样大神 小神就好 OK 来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的 第十二章十三节 一二三 这血要在你们 所住的房屋上 什么做什么 记号 我一见这血 谁见这个血 谁见这个血 是你见这个血 还是上帝见这个血 上帝说 我一见这个血 就越过你们去 我记上埃及 投身的时候 灾样 并不淋到你们身上 灭你们 Hallelujah 兄姐妹 我告诉你 这个血是给 上帝看的 当上帝看到你身上 有耶稣的血的时候 祂要赐给你 祝福 祂要恢复你 祂要医治你 祂要拯救你 拯救到底 祂要赦免你所有的罪 Amen 这个血不是给你看的 跟戈壁左右说 这个血不是给你看的 不是给人看的 这个血是给神看的 Hallelujah 你可能说 耶稣的血 我还是很怕 我还是很怕 我现在 我现在面对这个情况 我还是很怕 怎么办呢 兄姐妹 我要讲的 我必须回到 当你有耶稣的宝血 遮盖在你生命里面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会心心软弱吗 我们会惧怕吗 我们知道这个 心心软弱和惧怕 不会来自于神 但是我相信 因为耶稣的宝血 祂也能够拯救你 拯救到底 Amen 让我们回到 让我们回到这个的 一月节的那个晚上好不好 我来做一个对话 OK 有两个人 A A跟B OK 那么A说 跟B说 今天晚上 我刚才听母亲讲 我们要杀了那个羔羊 然后把那个 那个羔羊的血 涂在门框上 然后那个灭命的天使 就会越过我们 那个B说 怎么办呢 我怕咧 我很怕哦 那个A说 不要怕 不要 你勇起来 不要怕 不要怕 OK 今天 只要你在我的房间 只要你来我的家 就可以了 因为我 我孤独一个人 我跟你讲 不要怕了 OK 今天 我带你去我的家里面 我们杀了一只羊 然后把它血涂上去 然后我们在里面 吃land job OK 喝葡萄酒 OK 我们在那边 静静的等候到天了 好不好 我还是怕咧 你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 我是投身的 我是第一个 我是长子来的 我一定死掉的 你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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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不用怕 不用怕 就把它 带进那个 他的房子里面 然后各一天 他听到爱情 在晚上的时候 这个很疼的 在那边 一直听到声音 一直听到 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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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越来越怕了 来来来来 It's coming It's coming It's coming 然后这个 这个A君就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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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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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not feel not 讲很多了 就是鼓励他 有些时候 这是牧师常常讲的 不要怕 只要怕 不要信 不是 只要信 不要怕 OK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跟你讲了多少次 只要信 不要怕 我只要怕 不要信 OK 整个过程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胆怯 一个怕 一个给他信 但是请问 隔天早上 这个怕的 有没有死 为什么没有死 为什么没有死 他没有信 他惧怕 为什么没有死 Amen 因为他在宝泉里面 Hallelujah 我请进麦团上来 今天这种子妹 可能你生命当中 你遇到害怕 你会没有信心 但是我鼓励你 真的 让耶稣的宝血 制盖你 让耶稣的宝血 制盖你 你就是说 耶稣的宝血 制盖我 我告诉你 再样要离开我们 Amen 撒旦的伎俩 要被拆破 撒旦的势力 不能够 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喝主的杯的时候 在提醒我们 耶稣已经为我们流出保险 他不仅是为赦罪 他也洁净我们 使我们永远公义 使我们圣洁 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天父的面前 来领受 他的恩典 今天我们 常常我们觉得 我告诉你们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以及期待 不好的事情发生 不如期待 好的事情发生吧 Amen 真的 对不起 因为耶稣 已经承担我们的坏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 他所应许的好 Amen 耶稣已经承担你的坏 所以你要得到 他所应许的好 跟你隔壁左右说 耶稣已经承担了你的坏 耶稣已经承担你的坏 他要给你应许他的好 Amen 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当中了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 我真的希望说 今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圣场 耶稣的宝血 从今天开始 要带给你祝福 恢复 因为耶稣的宝血会说话 你可以说Amen吗 耶稣宝血所说的话 比亚伯所说的更美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的宝血 他呼喊着什么 怜悯 他呼喊着平安 他呼喊着医治 他呼喊着拯救 他呼喊着从罪恶里面 得释放 从瑕疵里面得自由 从困索里面 得解脱 耶稣的宝血 当然最主要的目的 是我们从最终 得到赦免 Amen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你还没有信到耶稣基督的 我真的希望说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圣场 但是这个领圣场 你必须是相信的 如果当中你还不是信耶稣的 你还不明白这个真理的 你可以暂时 不要领这个圣场 但是我鼓励你 今天跟我做一个节制祷告 让今天 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Amen 我们一起低头 如果需要了 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耶稣的宝血 来洁净我 因为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今天 我接受 耶稣基督 成为我生命的主 来竭尽我的罪 使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今天我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为我受死 亏你三天后互活 而且还要为我再来 圣灵 在我心中 续续做感动 挑玩的工作 让我能够更认识耶稣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Amen Halleluj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